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张请大家看这张照片 这个是大道路96项 是从福德街84项 往大道路看的一个照片 那右边有一个箭头 箭头就指向一个围墙 这个围墙大家注意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个围墙 那这条巷子 大道路96项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条巷子 好 下一页 那从林口街80项的边缘 到围墙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箭头子的地方 总长是60.28公尺 不是 60.28公尺 那因此从围墙处 如果把它外推28公分 那从这个地方算起 到林口街80项的边缘 那这样总长就是60公尺 那这60公尺的宽度 已经在都市计划中 规划为公共开放空间 这60公尺是公共开放空间 就是围墙在外推28公分 所以大道路96项 两侧的苍翠老树 就在这60公尺公共开放空间里面 不会影响旁边任何的建筑物 为什么把它们移植了呢 下一张 呼吁台北市政府在工程规划设计阶段 要以身作则 严格遵守都市计划的规范 实实在在保留 60公尺的公共开放空间 这60公尺 我是今天很仔细的量过 它是60.28公尺 那你的建筑物不可以挖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它是公共开放空间 是都市计划规定的 好 优先评估树木原地保留的可行性 这刚才游易先生也讲过 要尽量原地保留 它移植以后命运都很惨 不要进行不必要的树木移植 下一张 大道路96项两侧 都是四五十年以上 绿树成荫的行道树 大概有六十几棵我数过 这些老树 有的郁郁苍苍是干军 云秤 有的盘居多姿 有的翠绿玉丁 有的葱绿长翠 常常有电影公司来取景入境 值得市政府大力为物 以保留广池园区 具有历史文化意涵的老树群 下一张 我再重申一次 我们严重抗议 大道路96项两侧的苍翠老树 就在市府规划的合法六十公尺 公共开放空间内 不影响旁边任何的建筑物 为什么把它们移植了 不可以 它是在都市计划的六十公尺里面 你就算往外推二十八公分 也还是完全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建好了 你没有保留六十公尺 你就是公然的违反都市计划的规定 下一张 请判道道路96项两侧四五十年以上 绿树成林的行刀树照片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你们看看 这个有六十几颗 它本来就不要移植 它不需要移植 它合法的 它的身份是合法的 在六十公尺的公共开放空间里面 那现在你为什么挖到这个地方来 你就超过了 那可以这样不遵守都市计划规定吗 你们可以去量 那是一个科学数据 谁量都是一样长 大家的尺都是一样的 这个太公然违法了 都市计划我们也去参加了 都市计划委员会通过的 六十公尺的开放空间 你为什么把那个挖到那个地方来 而且这条巷子多少电影都来这里取进 这么漂亮的树 六十几颗 把它移植 移植以后能活几颗呢 这个你们一定要 虽然你们宿法委员会通过了 但是你如果不合法 委员没有发现 那就是不应该 一定要 要确确实拔复我们 谢谢 下一位中坡礼 陈碧霞 陈小姐 广池南方十一米道路以南 全座生态森林公园 树木原地保留 被保护 年初开房屏说明会 委员们在会议中提 广池南方做生态森林公园 让广池与景林釜山间的自然动植物 相呼应 广池地层多年土排水比较慢 做生态森林公园最适合 可疗异 在规划中老人和身心障碍者 达到健康效果 这样开花才有价值 感谢环林专家提醒 宝贵意见 聪明的政府会去做 少商店 树木原地保留 问题就少 此地又是台北断层的破碎袋 做生态森林公园就对了 我们就来比照 广池公园和兴益安康公园 一样是公家地 一样是台北断层经过 十年前吧 当时政府知道 寸土尊经的松永路旁地 有台北断层经过 政府为了公安 就马上辟臣 兴益安康公园 那我们呢 不懂政府 为什么计划 把广池森林公园拿掉 改为黄藏水泥地 陈议员曾在市议会 执行市长时候 提广池开花 滥用都市计划法 难道政府为政策 有徒利之选 没有了公园 广池建物就可以 就可以盖高高吗 请市政府说清楚 讲明白 广池周边人口 着密建物密集 将来都跟要建高 广池开花往上盖高高 说真的 此地公园不足 不平衡 像日本公园就很密集 政策可以改 政府立刻抓住机会 在广池园区南方 替生态森林公园 有空间 有距离 才会美 大家都会感激 现在不做 现在不做 将来很难拥有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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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